2015年,中国AR-2飞机获得了国内试航证 本来是高兴的日子,但是日本却酸了 他们的知名媒体将中国AR-2飞机和日本飞机进行对比 然后得出结论说,虽然中国领先了 但是日本飞机比中国先进的多 就这样,中国飞机被迫与日本飞机开始了将近十年的对比 或许还觉得不过瘾 当年他们还出了一篇文章说 日本飞机的舞台将是美国 狠狠地夸了一下美国的飞机技术和市场 认为日本飞机可以依靠美国存活下来 与中国竞争,征服美国市场 这就是当时日本飞机的豪壮 然而让日本没想到的是 这两件事他们都没能完成 美国不仅没能成为日本依赖的市场 还拒绝给他们发振,断绝了他们的希望 日本的MRJ飞机最终归宿还是美国 但不是在美国天空上飞 也不是征服美国 而是在美国飞机坟场上进行拆除 反观中国ARJ-21飞机 不仅完成了交付100架的成就 还远向海外 甚至比它更大型的C919飞机 都已经正式开始量产了 是的,MRJ和ARJ-21都属于支线客机 属于飞机里难度较低的机型 那么问题来了 日本飞机技术并不弱 为啥连MRJ都研发不出来 而中国却能攻克ARJ-21和C919呢? 中国航空产业 其实一开始就比日本弱很多 MRJ是在2003年开始的 当时由三菱重工牵头 联合了日本国内的航空产业 共同进军民航客机制造领域 他们和中国一样 定下了先支线客机 再干线客机的策略 这个支线客机就是MRJ MRJ和中国的ARJ-21极其相似 两者都是支线客机 ARJ-21的航程是2225-3700公里 载客量是78-90个 而MRJ的服务航程是2500-3500公里 载客量是70-90座左右 因此两者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 当时中国的ARJ-21支线客机项目 刚刚立项不到一年 可以说日本MRJ项目就是瞄准中国 希望与我们抢占市场的 因此两者才被拿来做比较 在那个年代 中国工业实力还比较落后 日本MRJ普遍被市场看好 他们认为三菱重工和其他日本企业 在航空产业上具备更先进的技术储备 客观来说 这的确是有依据的 三菱重工创建于1884年 是日本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 他们不仅造过世界上最大的战略舰 武藏号 还为日本航天局制造了H1 H2 H3等各型火箭 工业制造能力非常出色 而在航空领域 三菱重工同样具备优势 早在二战时期 三菱重工就是日本最重要的 飞机制造商之一 为日本军方生产了超过 1万架各种类型的飞机 在二战后 三菱重工又得到了美国的扶持 获得了F104 F15 F35等各型先进战机的生产许可 然后逐渐成长为 日本最大的航空航天企业 同样 三菱重工还是波音公司 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 为波音多款飞机 供应大量的零部件 比如说 波音777的后机身 波音78机的机翼 都是由三菱重工代工生产的 因此在造飞机上 三菱重工有着非常丰厚的 组装和零部件生产经验 而在整机制造上 三菱同样具备丰厚的经验 在MRJ项目之前 三菱重工就曾主持过 日本YS11型支线客机的研发和生产 这是一款涡奖民航飞机 而且还获得了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颁发的行事证明 可用于出口 YS11飞机最终量产了182架 其中坏了20多架 从数量和质量上看 它确实不咋样 但是从经验和成果上看 日本已经收获了很多了 因此三菱是有资格和能力 来领导日本飞机项目的 除了三菱外 日本其他企业的实力也很强 它们可以提供波音 20%到35%的零部件代工 几乎可以和美国媲美 比如日本东力就是世界上 最大的碳纤维制造商 它们生产的复合材料机身 可以用到波音777和787机型上 除此之外 日本企业还提供了叶片 燃烧式材料等核心领部件 所以也有人称 日本是全球航空背后隐藏的大佬 但这还不够 除了自身实力外 日本的信心还源于美国 日本长期与波音空客等 欧美航空企业合作 建立起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和技术交流 因此当日本决定研制MRJ时 这些航空公司也做出了许多承诺 以波音为例 它们向三菱承诺 波音可以提供航电系统的集成服务 而普惠则表示 可以向三菱正宫供应 先进的PW-1000G新发动机 PW-1000G发动机 就是空客A320neo同款的发动机机型 属于新型的发动机 性能非常出色 有这么豪华的阵容支持 MRJ项目自然将各种配置拉满了 它们不仅用上了最新型的发动机 性能最好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机身 还用上了航电 飞机内饰等等 这些也是国际航空配套企业的鼎力支持 除此之外 靠着PW的能力 日本获得了好几个美国订单 其中 美国的Trans States控股公司 订了100架的飞机 美国梅萨航空50架 比日本本土的订单还多了10倍 有了美国技术和市场支持 三菱正宫信心满满地表示 它们将在5年内 完成MRJ飞机项目的研发 并且研发费用最多只要1500亿日元 说实话 这阵容 这配置 中国是真的羡慕不来 立于2002年 当时国内还没有成功研发过 喷漆式民航客机的经验 只有下马了15年的运势项目 并且 与三菱正宫获得的众多配套服务相比 我们民航客机能够获得的助力 也是少得可怜了 中国国内不仅没有东里 这样的复合材料生产商 就连飞机上用量最多 最基础的航空铝合金 都无法实现完全过产化 这些材料是可以用于国防工业的 所以国外对我们进行了高度禁运 在国际环境上 我们的条件跟日本更是没法比 1992年 我们曾与麦道公司达成了合作 中国为麦道公司 组装生产40架MD-90飞机 两者建立了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 但是1996年 波威英就收购了麦道 并宣布在全球停产麦道系列飞机 这不仅导致我们与麦道的合作项目半途而废 还断绝了我们获得国际先进厂商帮助的可能 ARG-21就是在这种不利局面下立项的 与日本MRG飞机含着鸡汤池出身的差距非常大 所以ARG-21在设计和设备上做出了许多妥协 比如机身沿用了MD-82-90的尾吊式布局 这种布局让飞机尾部的噪音更大 并且机身也没有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油耗相对较高 飞机的动力用的是CF-34系列发动机 CF-34是通用在1983年研制的 它比日本MRG的PW-1000G油耗高很多 因此日本媒体才会将两者进行对比 然后得出日本MRG比中国更先进的结论 然而含着鸡汤池出身 不一定代表着未来也更加出色 日本MRG在立项之后经历了六四延期 又改名为SpaceJet 但诸多操作也没能拯救MRG项目的命运 2020年 三菱正宫宣布无限期停止MRG项目的研发 我们是怎么做到以弱胜强的呢 首先就是设计 有些人说 中国ARG-21和C919就造了个壳 没啥技术含量 我们先不说造壳的说法对不对 单说飞机的壳其实也不是那么好造的 它和一个国家的飞机设计能力息息相关 中国和日本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拥有世界上前三的风动群 在空气动力学研究上 中国的技术水平接近美国和俄罗斯 排在世界前三 而日本却缺少系统性的风动群 这不仅导致日本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严重落后 并且相关领域的人才也严重不足 三菱正宫在设计MRG飞机时 就出现无人可用的情况 设计之后 还得到国外去进行风动测试 十分的麻烦 最终MRG项目光设计就花费了五年的时间 同年 ARG21都已经首飞成功了 这还没完 图纸是出来了 但是它的问题一点也不小 仅过了一年 三菱正宫就发现 碳纤维复合材料并不是万能的 用它做机身可以 但用它做的机翼却存在很多缺陷 于是就更改了设计 将机翼换成了传统的铝合金材质 随后到2012年 2013年 三菱正宫又多次修改飞机设计 等到MRG实现首飞时 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 MRG原本的设计也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不仅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比例下降 就连座位数都从最初的90座 下调到了70座左右 此时恰好是2015年 中国的ARG21飞机已经完成了试含取证 正式交付客户使用了 所以千万不要小桥的设计 除了设计问题 MRG的制造同样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MRG项目虽然更加先进 但三菱正宫显然犯了好高骛远的错误 想要一步到位 在MRG项目上使用了太多先进的技术 这些先进技术虽然看起来很美好 但先进往往意味着不成熟 存在着故障风险 比如说MRG飞机上用的是PW1000G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是当时普惠最先进 最新型的产品 但在实际飞行中 PW1000G却多次出现了 低压涡轮爆裂等重大故障 导致多款使用这一发动机的飞机停飞 其中MRG项目也受到了影响 他们在接受美国试飞的过程中 发生了失效等问题 美国航空局因此拒绝办法证书 这件事几乎成为压垮MRG飞机最后的稻草 因为美国不给试航证 日本的MRG飞机就无法在美国市场上飞行 相当于失去了国际航空市场 原先美国几家企业迅速取消了订单 日本押注美国技术和市场 最终却败在了美国手里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讽刺 反倒是ARG21上的CF34发动机 虽然不够先进 但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了几十年 总装机数量超过了6000台 非常的成熟可靠 并且因为航空工业集团 曾与麦道合作生产MD8090系列 在设计ARG21时 就参考了MD8290系列的成熟设计 大大缩短了研制时间 所以我们的ARG21项目 仅用了6年就实现了首飞 这样的速度对于一个航空业的新手来说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同时像飞机制造业这样的高精尖项目 想要成功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而在这一方面 日本更是完全无法与我们相比 日本的国家战略规划一直都是一块短板 MRG立项支出 总研发费用就是1500亿日元 日本政府承担三分之一 但随着MRG项目的不断延期 研发费用也跟着水涨船高 日本政府却没有追加更多的资金支持 因此三菱政工只能自己用爱发电 最终导致三菱政工不堪重负 飞机已经实现了首飞 但项目却夭折了 相对的 在ARG21项目上 我们不仅提供了快速审批 重点扶持等政策支持 在资金上更是不含糊 当然最后也离不开市场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日本的MRG还是中国的ARG 瞄准的目标都是100座以下的支线客机市场 这个市场其实并不大 2019年 全球支线客机数量达到了6741架的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民航客机的寿命一般在25年左右 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只需要更换4%左右的飞机 也就是270架左右 市场价值大概在5000亿人民币 这个市场主要由巴西航空工业集团 和加拿大的庞巴迪集团控制 他们以低廉的价格成为这个领域的王者 而日本航空市场本身就很小 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 亏损得更加严重了 他们对于MRG的支持力度自然却不够了 但中国却不同 我们与日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 从国内来说 2019年 我们国内总的民航旅客运输量 达到了6亿1308万人次 是同时吸美国的76.7%左右 其中 支线飞机发展潜力巨大 根据航空工业发展中心的报告 预计到2040年 我们至少需要809架新的支线客机 近300架小型货机 以及2800架的公务机 这些都是ARG-21的目标市场 所以 ARG-21完成了试行取证之后 光是国内市场的订单就超过了600架 完全可以支撑起ARG-21的生存问题 2015年时 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文章里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中日两国飞机的订单量 当时MRG飞机 以400架的一项订单领先中国ARG-21 结果时过进迁 当ARG-21已经获得了超过600架的订单 MRG的订单却成了过眼云烟 如今 中国C919大飞机即将交付 C2929也在研制当中 有了中国这个制造业大杀器 日本的飞机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